麥當勞 月見漢堡 完了 我吃下去也不知道這什麼蛙哥 這個口味不是柚子 有點栗子的味道 還不錯啦 然後這邊有個小蛋糕 咖啡的蛋糕 嗯 可以 這個好吃 這個好吃 薯條 原味 雞塊 原味 欸 味道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麥香雞的概念 下面有一層橘橘的醬 然後一個很像是火腿 然後蛋 然後起司 然後在底部 いただきます 我可以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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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请先让我道歉 现在时间是10月16号 也是我在拍三餐只吃 全家便利商店的那一天 但是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麦当劳月见汉堡 好像就是到今天10月16 我刚去电器街逛一逛 然后回家的时候我想说我用走的 顺便会路过通天阁 大概半小时就到假 因为我在通天阁那边看到一间麦当劳 因为我这一次还有一个主要要拍的就是月见汉堡 每一年都看到VTuber在开箱月见汉堡 我就在想说到底是多好吃 然后我在来之前也在直播做很多功课 那就是9月7号开始 那不管网路上怎么写都写 说到10月中下旬 售完为止期间限定没有正确的时间点 原本想说今天拿个菜单这一两天研究一下 最后到底要怎么点 结果已经去看到这个资料 就写说到10月16号 所以我就想说该不会只到今天吧 那我没拍到不就很亏 于是我这边先为我的三餐只是全家道歉 还有三天只是便利商店道歉 唯一家的这一餐 也就是大家希望我开箱 我自己也非常期待的麦当劳月见汉堡 好的亚洲绿眼镜这次道歉 首先我要夸奖一件事情 首先他们是用塑胶袋这样放 然后再加上整个一大袋这样子 比较不会露出来 有这个真的不错 然后我要夸奖一件事情 就是看着女店员很正 不是 我说女店员 是我来这么多次日本 一次冲城 一次东京 两次大阪 遇到英文最好的人 他一看到我一开始就是 これこれこれ 然后他就跟我讲英文 我就跟他非常的对话顺畅 而且是非常标准的 一个大学生的感觉 就拍过一中字符 然后在宇治那个附近的学校 然后那边连老师英文都超破 我问他说可不可以进去拍摄 他居然跟我说车站在哪里 走车 这个店员是我遇过英文最好的日本人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 然后我饮料跟他说No ice 没想到日本的No ice 是完全就是温的 台湾的去冰还会有点冰冰的 它完全就是常温到不行 我看他上面有一个立顿的样子 我以为是柠檬红茶耶 怎么是无糖不知道什么茶 好难喝 找到叫可乐 哦对了他们越见啊 我觉得真的有可能是到明天 因为他都说瘦完为止嘛 超多都没了 我冰原本是都要叫 然后结果只剩下啊 只剩下这一个 这边有一个类似芋头的冰就没了 然后这两个也直接没有 我们在台湾直播的时候 有说要吃这两个 很像双线派 结果也都没了 超扯超夯的这样 好我们来吃一下这个 不知道什么蛙哥 完了 我吃下去也不知道这什么蛙哥 这个口味不是柚子 有点栗子的味道还不错啦 然后这边有个小蛋糕 咖啡的蛋糕 嗯可以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然后呢他给了很多的这个酱包 这个是起司粉 好像是拿来加鸡排的 所以就等一下 然后这个是期间限定的柚子七味酱 应该是加鸡块吗 糖醋酱的概念 他们的套餐只有饮料 薯条跟汉堡 我整个叫起来1390 然后我这几天在拍备利商店 1390这么多我觉得超划算耶 便利商店好贵喔 等一下 这该不会是 柠檬 然后这是糖 要自己加在饮料里吧 这样玩的吗 日本人 真的是柠檬耶 因为也没东西加啊 除了这个饮料 我想不到能加在什么地方 非常好 然后这个 闻起来 糖浆 嘿嘿嘿 超点 柠檬茶要这样子啊 嗯 也是没有很好喝啊 还是台湾的柠檬茶 雀巢真的是满顶的喔 柠檬红茶部分 台湾剩 好 再来 我们先来吃吃看 薯条原味 哦 软掉了喔 咸度跟台湾差不多 但是软掉可能是放久了 好像还更咸 加看看这个 期间限定柚子酱 很不柚子耶 你看它这个颜色 很重的那种烧烤BBQ的酱 不太好吃 薯条 我觉得平手 这个冷掉不能怪他 那我们加加看这个冰啊 台湾薯条加冰炫风嘛 然后我们加这个栗子冰 就有点栗子味啦 但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冰 这样不错吃 加冰可以 再来 鸡块 原味 味道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加刚刚柚子 这是不要加的好 这个期间限定不行 这个柚子不行 那鸡块比较属于 甜味比较重 然后那个脆度也比较脆一点 但是它咬到后面会有一个麦当劳的味道 就是你 把麦当劳纸袋带回家 然后吃完东西丢进去 然后一直放放放 它就有一个麦当劳的味 或是你走进麦当劳会闻到一个麦当劳味 就是那个鸡块的味道 也没有到不一样啦 就是跟台湾差不多的那个麦当劳味 鸡块的话 评分秋色 味道虽然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都可以 这是他们的炸鸡 麦香鸡的概念 就一个鸡排 台湾的麦香鸡有一个独特的味道 这个很像便利商店里面的鸡排 台湾剩 台湾剩两盒 这跟冰炫风比 它有一个咖啡的味道 我都会点 那就平手 两剩三瓶 来了 我期待兴兴念念非常久 越界每年都在看Pekola等等的VTuber在那边开箱 第一层 我一开始以为越界是那个跟台湾的早餐的那个满福堡是一样的 结果不是 下面有一层橘橘的酱 然后一个很像是火腿 然后蛋 然后起司 然后在底部 いただきます 好吃 很顶耶 它那个蛋就是早餐的猪肉满福堡那种蛋 很厚实的蛋 上面那个橘色的酱 很甜 很香 然后配火腿 味道也有出来 它的肉反而味道没有很明显 下面的肉没有很明显 那整个一口咬虾 最后还有一点起司的味道 汉堡可以 跟维坚斯起司的话我觉得 甚至不上向下 那跟植物肉汉堡的话那大剩 给它一票啦 好不好 好吃啊 这个越界OK 要顶的啦 原本在台湾看是要叫中间这个双层 结果它没了 它剩下这个跟这个 然后我就叫比较多的 比较贵的 日本一剩两败三盒 台湾卖到哪里是蛮顶 但是这个越界汉堡 给过 还有这个柚子酱 不行不行 不给过 它鸡块是五个桩 200日币 敢点的 以日本的物价来说 我觉得这样点起来 其实跟台湾叫起来 可能差不了多少 跟日本其他东西比起来 我觉得CP值算还不错 尤其跟便利商店比 台湾便利商店 虽然CP值高多了 日本便利商店真的太贵了 到时候你们看影片就知道 OK 那我们就马上来开吃这个 在三餐只吃 全家之间 没有办法 我只好吃一下 越界汉堡的麦当劳越界 这里 好 吃饱了 超饱的 看来我的 三餐全家 第三餐要宵夜了 啊 我忘记加这个起司粉 没有关系 我本来想说我等下发片 顺便弄影片的东西 所以我留了一点薯条跟这个 等下吃 对啦 忘记这起司粉了啦 马上撒看看 好多喔 再吃看看 很香料 本来想说可以翻转 让它评价 还是不行 但是我想给这个冰再加一剩 这冰越吃越好吃好顶喔 吃到后面很舒服很甜 然后那个口感 有点冰冰沙沙的 然后有点一半滑滑的 一半冰冰沙沙的口感 就是融化了一半 然后一半没有融化 吃进去很爽很舒服 然后 越界汉堡真的挺顶的 还好吃到 各位看到影片的时候 已经没有越界了 记得每年中秋节左右 也就是9月初到10月中 会有这个越界汉堡在日本的部分 有机会在这个时间来到日本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觉得非常推荐给大家吃试看 OK 各位辛辛恋恋的这个麦当劳越界 终于拍到也吃到了 很开心 那也希望大家看了喜欢 那我们三餐的全家 那个影片我也会再次道歉 没办法 我有特别来 就是为了要拍越界的其中一集 我们三天的便利商店有9餐 加1餐10餐好不好 就只有这一餐特别多吃 其他都没有 OK 就是这么real 直接跟大家讲 我们这一次终于不是拍 台湾的麦当劳新品了 是日本的麦当劳新品 然后还有对决 台湾跟日本的麦当劳的口感 到底觉得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 鸡排就真的是不用点 饮料的话不要挑这个柠檬茶 薯条跟鸡块可以尝试一下 薯条差不多 那鸡块有点不同的味道 但是我也觉得还OK 那这种期间限定的冰跟这个汉堡 我觉得都可以试试看 我不知道日本有没有像台湾一样 就是两三个月就出一次期间限定 但是他们每年都有月键 所以推荐给大家 月键真的赞 而且CP值不错 跟便利商店比起来 这样整顿1390日币 大概就是快300台币左右 还蛮OK 以日本的物价 食物的物价 以及跟便利商店去做一个对比 台湾便利商店跟日本便利商店 台湾便宜很多 那这个麦当的部分 基本上跟台湾差不多 会一咪咪而已 但是好吃可以试试看 那跟日本的物价来说相比的话 我觉得算是相对CP值还不错 麦当好 不愧是我的这个流量好伙伴 好喜欢这影片就给大家按下小铃铛 我们下期节 台湾的便利商店非常少玉子烧的这种小便当 然后还有一个茶碗盆 咸猪肉的那个黑胡椒味够重 然后那个咸度也有跑出来 咬到后面比较顺 XD情况 是三餐只吃便利商店第二天 全家片 好辣 我为什么在日本吃的第一个寿司 是便利商店寿司 一拿就碎这样 应该也是鲑鱼 这款鲑鱼味比较重 它有两个款式 炙烧跟没炙烧 淡路倒的枣鹽 我其实一直想要吃 干日本的鸡胸肉跟台湾的 便利商店鸡胸肉的差别 三餐只吃便利商店第三天 SEVEN片 这一款是我 这几天吃到最好吃的主食 一口SEVEN桥牌面加汉堡牌 鲑鱼 咬一口蛋 再加面